出埃及记 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神一样 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 我吩咐你的一切,你都要说 你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 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心硬 我也要在埃及地加增我的神迹奇事 可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话 我必下手击打埃及 借着严厉的刑罚 把我的军队,我的人民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向埃及地伸手 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和亚伦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告诉摩西和亚伦说 如果法老告诉你们说 你们行件骑士吧 你就要对亚伦说 拿你的手杖来 把他丢在法老面前 他就会变作蛇 摩西和亚伦就进到法老那里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行了 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和法老的臣仆面前 手杖就变了蛇 于是法老也把智慧人和刑法术的人召了来 他们本是埃及的术士 也用他们的巫术照样行了 他们个人都丢下自己的手杖 手杖就变了蛇 亚伦的手杖却吞了他们的手杖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他们的话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里固执 拒绝让人民离去 明天早晨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看哪 法老出来到水边去的时候 你要站在河边迎见他 那变过蛇的手杖 你要拿在手里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拆我到你这里来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好使他们可以在旷野侍奉我 你看 直到现在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成血 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中的鱼必死亡 河水也必发臭 埃及人就必厌恶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拿你的手杖来 把你的手伸在埃及的重水之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 河 池和所有水塘之上 使水都变成血 因此在埃及全地 连木器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 就像耶和华所吩咐的 亚伦在法老面前和法老的陈仆面前 举起手杖 击打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就都变了血 河里的雨死了 河水发臭了 埃及人也不能喝这河里的水了 在埃及全地都有血 埃及的术士也用他们的巫术这样行了 可是法老却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和亚伦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回到宫里去 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所有的埃及人都在河的周围绝地 要得水喝 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击打尼罗河以后 满了七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